跟好朋友say hello或是道晚安恐龙贴图方便又好用 真的很难想象这是一个10岁小女孩的作品 而且背景令人鼻酸 有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他是奇奇 每天都埋首在画质跟蜡笔当中 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所以最喜欢恐龙就希望能够跟恐龙一样勇敢 10年前负责接生的台大妇产科医师师景中 这几年也不断在脸书上更新他的手术状况 但最终人不敌病魔离世 恐龙贴图成了奇奇的遗作 妈妈决定把他的画统统制成贴图上架 表示营收将全数捐给儿童心脏基金会 超可爱的马上转传给其他的朋友 短短一天不只马上抽上原创贴图冠军 基金会还瞬间进账260万元 成了今年最大笔捐款 但却没想到同一时间有人这样子滥用爱心 说是分享给好友就能下载贴图 还附上了一连串的网址 但当心你点进去不但没有贴图可拿 个子也已经外写了 在LINE的官方网站上付费的一个下载 那没有授权给其他一个商业团体 或是做一些任何的行销活动 他透过这个动作他确定你这个账号 你这个LINE的账号是真人 那他把你这个账号资料呢 再去销售给一些垃圾讯息的这种行销公司 是不是有绿色的这个认证 那只要有绿色的这个盾牌认证 就是代表是官方的 专家说其其的贴图只授权给LINE官方 得经过一连串的付款程序 或是朋友间互相赠送才能取得 千万别为了贪小便宜而中了着 就盘两周一帖台宝